耳鳴是一種常見而且讓人感到困擾的疾病 而最主要的耳鳴常見的原因和內耳有關聯 像是聽神經瘤或者是梅尼爾氏症 這一類的疾病所聽到的耳鳴通常是一種高頻的聲音 或者是像殘叫的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耳鳴通常會合併聽力減損 反覆性暈眩的症狀 另外還有一類的耳鳴讓人比較擔心 也就是所謂的搏動性耳鳴 搏動性耳鳴就是會聽到一個像風聲或像水流一樣的聲音 那是一種律動性的聲音 好像心臟搏動一樣的規律 美容神經內科主治醫師王延峰表示 耳鳴通常需要擔心腦部的血管性構造異常 像是動靜脈畸形或者是動靜脈搂管 關鍵在於靜脈的血流不正常從動脈注入 因此會產生血流流速增加與擾動的現象 沒有實際上這個聲音 但是我們卻聽到這個聲音 那就是所謂的耳鳴 就是耳朵的鳴叫 那這個多數是不存在的聲音 那脈動性耳鳴這個是比較特別的耳鳴 它是一個像心跳一樣的聲音的耳鳴 就是患者聽起來會覺得好像跟著自己心跳聲很相同的頻率 腦部血管的問題會出現耳鳴外 本身聽力退化 耳朵疾病 甲狀腺抗靜 藥物 睡眠障礙 壓力等都有機會引起耳鳴 耳鳴是有固定的節奏 也就是說你聽到這個耳鳴的節奏 它是接近心跳的節律 像血流流動的聲音 在這個有節奏的耳鳴的同時 出現以下的伴隨症狀 那就要立即去找神經內科醫師協助 會出現 這樣子的聲音 如果是這類的疾病 病患會在家裡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如果用手把這個同側的頸動脈給壓住的話 這個搏動的聲音通常會減少 那如果是這類的疾病 應該及早做檢查 腦部的影像檢查 血管攝影之類的檢查 來確定病因 如果不適當的及時處理 因為靜脈沒有辦法承受這麼高的壓力 可能最後會導致腦出血 等會致命的併發症 搏動性耳鳴通常是連續的 可能會隨著頭部的姿勢變化 像是平躺 坐站姿等 或運動聲音大小 頻率不同 只出現在夜間失眠 休息後就自行的改善消失 臨床醫師指出觀察即可 如果是持續 就要特別的提高警覺 腦壓增高有些是與腦部構造性異常相關 比如說像是腦部長腦瘤 或者是積水 這個時候也是需要做相關的神經影像學的檢查 來排除腦部構造性的異常 如果是腦瘤需要手術摘除 如果是水太多 可能需要抽水 做腰椎穿刺 把這個水拿出來化驗 看看究竟是發炎 或是感染 或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腦部的水分太多 耗發族群其實是以中年族群為主 但是它一般沒有什麼特別常見的成因 但是通常是無意見發現的 那也是可能做一些 比如說血管性的檢查 才會發現說 它確實是有一些血流上的問題 才會出現這個活動性的耳鳴 研發性高腦壓除了耳鳴以外 還會有頭痛的症狀 並有常常會在半夜痛醒 醫師提醒 如果本身罹患心血管疾病 有三高檔 同時出現波動性耳鳴 更需要特別注意 應盡早診斷治療 避免延誤病情 TVBS新聞 廖廣斌 陳盧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